二战时的德国有多强大? 大半个欧洲都被德国占领,连强大的苏联都被打地丢了半壁江山,老牌殖民霸主英国,更是被打地抱头鼠窜,凭借英吉利海峡赋予顽抗。 如果不是美国出手,德国很可能会赢得二战的胜利。 即使美国参战,美苏英三大强国联手,仍然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打赢德国,德国的实力可见一斑。 那么二战时的德国有多强大? 从总体实力来看,德国的国力仅次于美国,比苏联和英国还要高了一大截。 作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,欧洲第一经济体,德国的工业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。 德国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,实际工业产能并不逊色美国多少。 法国,捷克斯洛伐克,波兰,比利时等国家的工,业和经济实力都不弱。 二战前法国的工业份额占到世界总额的4.3%,但当时法国的工厂开工率只有一半,法国工业产能实际上占到世界总份额的8%,如果加上占世界工业份额总额13.2%的德国, 仅仅仅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产值就占到了世界总份额的21%以上。 如果加上捷克斯洛伐克,比利时,波兰等德国占领区,其工业产能超过世界总份额的30%与美国不相上下。 只是德国人没有完全消化这些产能,没有把工业生产有效地组织起来而已。 以鸡虹为例,二战中德国拥有210万台鸡床,而美国的鸡床数量不过170万,可以看出德国的工业实力并不比美国差。 德国缺的不是工业产能,缺的是资源和稳定的生产环境。 如果德国拥有和平的环境和美苏英那样丰富的资源,其工业产能未必会比美国差。 除强大的工业和雄厚的国力以外,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德国法。 动二战的重要机仗。 二战时的德国完全称得上世界第一军事强国,如果单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击败德国。 二战中,德国动员了1700万人参战,仅仅一线作战部队就高达900多万。 如果加上伪军和普通国军队,德军的总兵力超过2000万,仅仅法国境内就有上百万伪军带高乐义叔叔是150万。 而且,这2000多万军队,大部分都是受过严格的训练,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兵员,战争素养很高,战斗力很强。 二战中有种说法,叫一个德军顶十个苏军,四个美军,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,但德军的战斗力可见一斑。 2000多万庞大的军事力量,让大部分国家望而生畏,如果不是美国帮忙,很可能苏联也会被德国占领。 在美国没有参战前,德国单挑英国和苏联两大强国,苏英联手竟然仍然打不过德国,被德国打击节节败退,不是两国抱团取暖,很可能会,被德国各个击破。 所以,当时,德国的实力比英国和苏联的总和还要强一点,和美国不相上下,在军事方面,甚至还占有一定的优势。 实际上,在开战初期,仓促应战的美国,也同样不是德国人的对手。 因为美军长期处于和平中,美国的战争潜力还没有激发出来,不管是军队战斗力,还是军队规模都比不上德国,甚至比不上日本。 所以,在参战的前两年被德国和日本搞得狼狈不堪。 即使经过了好几年战争的洗礼,在阿登战役中,战有绝对优势的美军,仍然差点被德国残军反推。 苏联打仗靠人田,美国打仗靠狂轰滥炸,德国打仗靠战术。 打仗是个技术活,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,主要就看作战的技术。 论打仗不管是美国和苏联都不行,英国和法国也不行,如果不是美苏英三大强国联合围攻德国,德国未必会输掉二战。 只是三国加起来国力远远强于德国,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失衡,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德国。 二战时,德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强国,起码在军事方面如此。 两千多万军队就问你怕不怕,除了德国,有哪个国家能够一挑三? 如果德国、苏联和英国三家联手,哪个国家都扛不住,即使美国也不行。 二战爆发时,德国、苏联随便拉出一个和英国合作,都能把美国轻松搞定了。 如果不是德国和美国远得大洋,德国一个照面就把美国收拾了,很可能比打波兰还要轻松。 参考资料,二战时,全球通时,二战中的德国,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,1750至1993年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